为了给儿童更好的医疗资源 新主市马基儿童医院正在如火如荼的兴建当中 但工程期间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噪音超标以及夜间施工 却让附近的居民感到不声其绕 新主市议员周淑英特别在市政总质询上提出来 希望市政府能够严加把关 不要让民众的生活受到太多干扰 儿童医院自从施工两年多以来 本期就不断地接受到陈勤 跟一些反应 然后因为他夜间施工的问题 不管是噪音也好 空气污染也好 都影响造成我们地方民众很大的困扰 那本期有请教过环保局长 针对噪音的问题 他到底开了几张罚单 那事实上开了罚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只有17张 那我本期也特别特别针对夜间施工的问题 请教过劳工局长 我们环保局 然后也会不定期针对我们的儿童医院的施工的工地进行查核 那如果厂商有违反噪音管制相关规定的 我们环保局会依法来进行开罚 那目前已经开罚出17张的一个罚单 那金额将近有超过60万元 那针对这个厂商违反噪音管制相关办法 那我们都会要求厂商一定限期做改善 那没有改善的话 我们就以合约进行规定进行处理 那当然就是其实在整个施工过程 从108年11月到目前 那施工的过程 我们相关的管理 我们都是纳入我们每个月的工作月报 最终他们的改善的一个情形 新竹市议员郑成光从政40年一路走来 看着新竹市越来越兴盛 但他说目前新竹市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因此他在市议会总质询上公开支持大新竹合并 郑成光说只有这样新竹地区的发展才能够更上一层楼 如果说我们升格之后 如果我们跟新竹县 如果一起来能够升格为宴霞市 那我想我们这个预算的规模会达到一千多亿 那如果是一千多亿的话 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的负债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基础建设 我们都不必要再靠很多的那个 那新竹市呢 有一个最大的 我最大的期望就是我们新竹市 如果说宴霞市能够成为宴霞市的话 我们新竹市才不会没落 新竹市的未来发展要怎么走 所有的议员都很关心 不管是儿童议院的新建 或者是大新竹合并的议题 怎么做才是对民众最好的选择 只有摊开来放在台面上公开讨论 才能够凝聚最大的共识 凯博新竹林彦斌蔡文器采访报道